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场的观众朋友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听听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本栏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易卑诗冠名播出 要保湿易卑诗 易卑诗弹润保湿水 如果您想参加本栏目呢 可以关注易卑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是到易卑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 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钱 本节目是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打开手机微信 摇一摇摇电视 进入爱情保卫战的互动页面 精美好礼等您来拿 导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战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情感故事 与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好了 首先呢 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老师 华人音乐创作大师 知名评委黄国伦先生 欢迎黄老师 知名主持人情感专家 寇乃欣女士 大家好 还有我们大家的爱情导师 图磊老师 欢迎图磊老师 今天的第一对情侣 她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我跟她现在已经结婚十多年了 但是呢就是由于她生活在大家庭 姊妹比较多 所以她大家庭给我们造成的小家庭的矛盾呢 也非常的大 从结婚到生孩子到目前为止 她作为就是我和她大家庭的协调人 应该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协调好 但是她现在呢却没有协调好 就好像是一个偏平 我跟她之间呢 在这个平衡点现在已经失调了 如果现在再不解决问题的话 将来我不知道我的婚姻何去何从 看来妻子对丈夫有些抱怨 似乎这个男人呢 没有协调好妻子和自己背后大家庭之间的问题 来 认识一下有些困惑的两位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邓先生39岁 来自辽宁 是名工人 女嘉宾杨女士38岁 来自辽宁 也是一名工人 有请 有请两位 对丈夫有些不满 是的 你们结婚有多长时间了 我们结婚16年了 在这16年里呢 我跟她也可以说走过风风雨雨吧 但是呢 她在我和她这个大家庭中呢 她忽略了我们母女 无论任何事情 她都偏向她那个大家庭 然后来说 你作为媳妇你必须忍 她说这个事情吧 有些事情 不是说像她说那个样子的 她老认为我这个 像个家里边 不像个这个小家庭 对我来说 我哪边也被偏袒 你总是这么说 咱们不说远的 咱们就说近的 近年初的时候 你弟弟说买房子 然后给二老住 他拿钱 那他为什么抄我借钱呢 借钱这个事 首先我兄弟吧 条件也不那么特好 对不对 你钱不够 所以跟我说一声 这很正常 咱们拿钱很正常点 不正常 我怎么没听懂啊 这爸妈要住楼房 你们哥俩都拿钱就完了 干嘛弟弟拿钱 还跟你借呀 是这样的 我小叔子跟我婆婆是这么说的 说妈我买房子 孝敬您二老 但是呢 他呢 抄我借钱 抄我借钱也行 小叔子你跟我说 对吧 但是呢 是我婆婆给我打电话 说啊 那个这个钱呢 你看你得拿 就好像这钱我不借不行 如果说你兄弟俩买房子 我也认 毕竟就是说 有我一份孝心在里头 但现在呢 孝心没有我的 所以说呢 孝心没你的钱还得拿 对呀 实际他说这个事吧 老人买房子吧 我的爸爸妈妈 在农村住着 冬天吧 一清冷 然后就做个楼房 我是个儿子 我拿钱 要不然我是应该的 他说你给你兄弟拿钱的 你得写个卸条 我和我兄弟从小长大 感情相当好 写个卸条 那彼此之间 那兄弟怎么办 那这钱你到底要不要 你兄弟还吗 他要他就还吧 但是我就不懂一面 你听你听 你媳妇就担心这个 可是为什么要还呢 你不是说给爹妈买的吗 但是那个 我小叔子说是 他出钱买房子 给爹妈住 名字写谁的 名字当然是写我小叔子的了 如果要是说 写我小叔子和我爱人的名字 那我拿钱我理所应当 孝敬老人也是理所应当的呀 我认为这里边也没什么 就是老人住过房子 我拿点钱呗 那你换个思路啊 小叔子借你一点钱 然后你孝顺父母 写你的名 这个你同意吗 这我当然同意了 对呀 我也没那么想到做这事 还有什么事吗 还有什么事吗 事多了去了 就拿过年前来说吧 我就是给我公婆 买了两件名牌的羊毛衫 当时花了将近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孝敬我的婆婆 过年的时候呢 我小叔子的爱人 买了两盒筷子 我婆婆没穿过买的羊毛衫 一到吃饭前拿着这个筷子就说 这是老二媳妇给我买的 你看老二媳妇多关心我呀 知道这个筷子要经常换 知道我不换 对我健康好 回儿回儿就这么说 当初妈在班桌上说话的时候 你作为儿子 你要是跟你妈说一声 你说妈 那小菊给你买的衣服 你咋不穿 当时她就没有说呀 当时大过年的人都挺高兴 我提这个 胡子教育上给人家捡没事的 我说这玩意你稀有了 给你买了 还说你喘吧 还说你不喘呗 她是多心理事了 已经 她都说这些都是小事 不要让我放在心里 那我就说点大事 咱往前找 咱说一个女人 结婚生孩子是大事吧 是 咱俩是原来在一个单位 咱俩认识二年 你了解我 我了解你 但是我不了解你那大家庭 我不知道你家庭 对我是什么看法 你骗我当时如果你要是不难她的话 我兴许也不会嫁到你家 骗你什么了这么严重 当时我父母是农村的 生活比较苦比较累 说这个儿子你找这些吧 找我家庭好一点的 我说行 我说咱照这标准照 然后这大位 我说卡上塔了 她家庭就一板 我母亲要求那个希望嘛 有点差距 然后我就跟我母亲做了 我说她三好 挺好 我说也是好 我说调性也好 我说你又打赢吧 我说你一样 还是就娶她了吧 所以其实你老公是骗了她的母亲 这门婚是才成型的 是的 这就愿她 当初就不应该欺骗我 婚后呢 这婆婆知道 你们家条件一般了吧 知道一般 但是解完婚之后 因为我和婆婆不住在一起 所以我们婆媳之间呢 也没有什么扩大的 就是瓜葛 但是呢 就是我怀孕之后 快要生产的时候 因为在我们当地有个习俗 就是说 媳妇在预产期前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 婆婆会到媳妇家里 来照顾媳妇 房子提前生产 她当时是白班 夜班 倒着上 你万一不在家 你说我生产了 我找谁去 当时吧 就赶上他们过年 然后我给妈妈打电话 我说妈 可能快生孩子了 我说你有时间 就过来一趟 陪陪 来了吗 因为当时家里边 是过年三十 挺忙的 这么的 就是把时间挡了 是我姑娘是那个 年后出发生的 她上夜班 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呢 把我疼醒了 我弟弟在我家陪着我 我疼醒了 我就拽我弟弟 我说你起来 然后她趴着睡呢 怎么叫也叫不起 因为当时我小弟小 才十多岁 然后当时我们 没有那个手机 拿着IC卡 而且IC卡里呢 里边仅仅只有两毛钱 我拿着这个IC卡 下楼打电话 我家六楼 我来回走了四五回啊 把他带位打电话 他也没有接 最后我挺 挺到三点多钟 我一看实在不行了 我就叫我弟弟 我说你赶紧上隔壁 让隔壁打电话 是隔壁邻居 和我小弟 然后把我送到医院 生的孩子 当时大冬天三九天 东北的三九天要多了 一般东北人都知道 我小弟就穿着一个单裤子 和李俊把我抱到车上的 然后生完孩子之后 我回去 我小弟在哪呢 我没看着人 我和我才知道 蹲在那个暖气那会儿 一个小孩蹲在那儿 很苦的 我小弟这儿 我不说了 第二天他和婆婆来之后 那是什么态度吧 不问不问的 直到是生个女孩 在没生孩子前吧 妈妈就说 哎呀咱家吧 他应该带三个大孙子 那是比较齐全了 来了到园一草 不是大孙子 不是大孙子 然后这个心情 他也就不得劲吧 我能理解老人吗 农村希望抱个孙子 可能续道说了两句 他怎么做的呀 他也是个小自民 他当时没看孩子 我说你看看他呀 他说没事 因为孩子在我旁边 他说孩子在旁边呢 我看着了 然后呢 孩子渐渐长大了 我也不能成天在家带孩子吧 我就天天抱着孩子去上班 然后在单位附近呢 找了一个幼儿园 等下班的时候 接孩子再带回家 大冬天呢 孩子动得在车里头 哗哗直哭 然后呢 我说你看你给妈打个电话 让妈帮带吧 他当时打电话了 玩妈说那个没时间 我接过电话 我说妈您没时间 您不能上这来带 那我把孩子送到您呢 您在家里头 还能照顾家 还能帮我带孩子 您看这样可以吗 但是我婆婆 孩子说不行 带不了 那怎么办呢 你娘家妈呢 有没有时间过来帮把手 是啊 毕竟我怕我婆婆挑我礼啊 所以我先跟婆婆说的 婆婆不帮我带 那我只能找我娘家妈了 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妈你上咱家来吧 我妈来了 帮我带得挺好 帮我照顾家 我和她日子过得也很舒服 我一合计就是说 我妈帮我照顾家 她需要就是说日常的支出 所以我把就是我们俩人的工资 拿出来 放到那一个地方 告诉我妈 妈你什么时候用钱 你什么时候拿 这是很正常的 出现什么矛盾了 但是呢就是没过多久 我婆婆来了 这个事你就让她说吧 毕竟老人嘛 她也想孩子她就来了 来着就吃饭呢 就怎么来呀 全部都给大母娘把管嘛 我说那个 我说妈 我说你拿点钱 说什么话什么的 多买点东西 然后这个大母娘就把钱拿了 我妈一吵 她儿钱怎么都带了 带了大母娘什么呢 她得给我带过来 她说儿子你的钱怎么还给你管了呢 我说我上边没时间呢 到不了孩子 我说一用钱方便就给你人家管呗 我说那钱给人家管了 我妈妈的 这什么都归人家了吗 不是吗 我婆婆呢 话里话外的意思 不就是赶我妈走吗 不要我妈在我家住吗 我妈一听这话 当时吊条就走了 咋也没说 那不是话赶上赶一块堆了吗 你干嘛了在当中 赶一块堆是赶一块堆了 那你在中间 你是不是应该说句公道话 你是不是应该替我妈说句话呀 我弟弟受委屈了 我妈受委屈了 我家的委屈都得我来承受吗 我当时想说来着 那咋没说呀 我说我妈 我妈肯定不高兴啊 还得说我呀 那我要是劝了赵母娘 赵母娘给我带孩子 就次为女儿的 也不高兴啊 我这一想 得了咱就少说两句吧 是不是家里 不管出现任何问题 你都是不说话呢 我也想说 但有时候一合 就没说出来 你觉得都是小事是吧 你能理解她 为什么气成这样吗 我一个大老爷们 天天上班出拉拉的 也没合着做事 到现在也不明白 她怎么了是吧 妈说两句 经常说我一样嘛 这都能理解 她妈假如上期说我两句 我也不知事 就这样 我问你一句话 现在你妈不在这对吧 就对你女儿的这个问题上 你觉得你妈和她妈 哪个对你的孩子最关心 她们都不在这 你可以说什么吗 我感觉都差不多了 我妈也打电话也问呢 我说在实际的行为的过程当中 谁对你的孩子付出的更多 她妈付得多点呗 那不就是了吗 你这种话呀 你当面不好说 你背后跟她说 她心里也舒服呀 或者等你丈母娘在 你妈不在的时候 你说她也舒服呀 这个男人真的是双面交 你跟媳妇说的话 和你妈说的话是不一样的话 你倒好 省事 啥也不说 就把她记成这样了 准备怎么办 是你要来的吗 今天 是的 想让她改改 想让她改 我也没做错 干嘛事 哎呀 你是真能凑合呀 你知道她来干嘛的吗 这来我才知道 大概意思 哦 让你来你就来了 我又来就来呗 这家里家是小事的 说 就说呗 你觉得没啥问题啊 她觉得问题老大了 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怎么帮你们吧 好吧 一起来进入 丘比特问卷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男生我要问你 像我们在这个节目 每一个节目都里面 有什么担当 什么担当 你听过吧 你知道你在家里 是什么担当吗 就干活挣钱呗 我告诉你 你的担当 你是一切担当 你要扛起责任来 我认为 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可是我觉得 婚姻跟孝顺之间 如果有两难 其实要解决的 绝对是你 你老婆并不是一个 不孝顺 她很在乎你家里 过年还会买个衣服 给你妈妈 其实她想孝顺 你的家里的 她有这个心 可是她没有得到 好的回应 然后她就积怨已久 可是你刚刚还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要来这里 说来就来呗 两个人成为一个家庭 这个家 才是你首要 要先顾好的 并不表示 我们不需要孝顺 而是你必须要处理 这样的尴尬 接下来 我想跟老婆 讲一句话 你有两个方法解决 第一个叫消极的方法 第二个叫积极的方法 消极就是远 一年反正就过年 回去一下嘛 就远一下 第二个叫赢得 她妈妈的欢心 其实你可以做得到 看你愿不愿意做 老师请您指点我 OK 我老婆会指点你 因为我必须说 我老婆家事煮饭都不会 可是我妈妈很在乎 儿媳妇会不会做饭 可是现在我敢说 我老婆用了一些方法 用了一些智慧 她现在是我妈妈 最喜欢聊天的 每次都问我说 乃兴啊在哪里啊 我们想她 其实你可以做的 先生你必须要担当 你把它当作问题 我估计女士急死了 奶昕老师你怎么做到 等一下 奶昕老师会讲 我解放是吧 好 我告诉你 我跟我婆婆怎么相处的 我婆婆希望媳妇呢 能够会做家事 会招菜 然后呢 家里大小事情 都要打点的好好的 我一样也不会 一开始 我就先坦白从宽了 我就跟我公婆讲 我说爸妈真的非常抱歉 因为从小我妈妈很能干 所以我不是很会做菜 但是我愿意学 其实我七年来都没学 你知道吗 但是我说 但我很愿意学 然后呢 我特别会做一件事 就是撒娇 跟婆婆撒娇 比跟妈妈撒娇难很多 对不对 因为有隔亲嘛 但是 两个人中间要破冰 必须要有一个人 先要很热情 我刚开始结婚 三天两头 就会打电话给我婆婆说 妈你在干嘛 她刚开始真的有点尴尬 因为她不知道 她要回答我什么 我说妈我在想你耶 她一定觉得很坏 我在旁边说 哇 你好恶心哦 对 她真的是这样讲 她说你一定要跟我妈讲话 这么恶心吗 但是我的恶心 换来的成果就是 我婆婆 开始会跟我谈心 然后我本来国伦 她以前呢 就是一两个月呢 去看看爸妈 然后呢 逢年过节 会送红包 但是我跟她结婚之后 我是每个礼拜 都拖着她去看我公婆的 所以我婆婆 非常清楚地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我 她看不到她儿子的 所以如果你要期待 她担起年和计的责任 她办不到 你才是年和计 一个智慧的女人 是建立一个家庭 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 最重要的人 加油 谢谢老师 如果你现在是她妈 这两兄弟 你喜欢哪个 我和她的母亲吗 我说如果你是她妈 就是你是你婆婆 这两兄弟 你会喜欢哪个 我会喜欢她 你会喜欢她 我告诉你 你会喜欢她弟弟 中国有一句老话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人的内心深处 都喜欢听好听 都喜欢顺着你说的那个人 而往往在生活当中 像她这一类的 嘴笨的 只会抹着头去做事 做事不知道拐弯的 一定不是父母喜欢 她虽然不会说话 但她其实心里 非常清楚 谁对我好 谁对我不好 所以才会在最初 违背父母的意愿 娶了家境贫寒的你 她知道 什么样的媳妇对我好 她也知道 丈母娘对自己的孩子 有付出 她只是不会说 所以你既然是 了解她的人 了解她的长相 了解她的短处 了解她的好 了解她的不足 你又何必强人所难 除开那个婆婆和那个家庭 所有的纷争之外 关起门来过日子 你应该是挺幸福的 因为老公真心待你 谢谢老师 我觉得至少有一件事情 你们两位都要学 叫示弱 当婆婆你觉得 有些强的时候 你就弱一点 弱者才会被同情 被关注 你总很强 人家觉得不需要啊 你也要示弱 不管谁对谁错 家里的事情说不清 你要跟老婆示弱 经常道歉就得了 如果你们都能学会示弱 可能家里边那个 你处不好的婆婆 你无比尊重的妈妈 就不再成为 你们生活中的任何困难 好吧 来两位 我们一起进入 黄金60秒 老婆 来到了这个节目 我才真正地感觉到了 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做坏 我这人就是 不会表达 不会说话 但我还得请你 给我的机会 让我去努力 去做这些事情 慢慢让我去表现 我会努力 通过老师的点评 我也感觉到 或许我也有 做得不对的地方 也兴许我要求你呢 太过于高了 我就希望你呢 在今后的日子里 你能为我们母女俩 想一想 为我们这个小家 想一想 以后呢 我们俩有事情 时常地沟通 好 时间到 来 回去再短暂地思考一下 请回两位 请关门 好了 两位考虑得怎样了呢 请开门 加快点步伐嘛 老师不紧不慢的 来来来 把宝婆接过来 这丈夫老师不紧不慢的 你能主动一回吗 你能不能牵个手 或什么的 主动一回 对 对 哎呀 来 请上我们的小花童吧 谢谢 来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吧 我还是会自己爱你的 特地原谅我的以前的不关心吧 这是一辈师呢 为我们爱情宝贝站专门设计的 白色恋人系列 送给你们 这象征着浪漫和甜蜜的爱情 谢谢 两位请回吧 婚姻有时候就是这样 进行的时间长了 反而忘掉了当初的温度 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婚姻中 实时提醒自己 把爱的温度保持下去 好了 来看一下下一堆情侣 她们是怎样的情感困惑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 亲爱的嫁给我好吗 好的 我愿意 就是因为这个可爱的笑容 让我觉得 她就是我这辈子 想要娶的女人 所以我们相恋了四天就结婚了 但是婚后的生活 她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我觉得我真的接受不了 她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 她总是说我幼稚 可是我本来就比她小七岁嘛 我觉得婚后的生活 并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 幸福美满 是不是我当初的决定 只是一时冲动 还是什么呢 妻子的年纪非常年轻 而且她们闪婚的速度 也是真够闪的 那么这对年轻的夫妻 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 来认识一下两位 掌声有请 先生小王27岁 来自山西是一名企划 妻子瑶瑶20岁 同样是来自山西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掌声 有请两位 还在读书呢是吗 对 读书时候就嫁给她了 对 因为今年实习嘛 看来还挺有魅力的呀 其实就是喜欢吧 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就看她怎么都好 我们一开始认识 不是认识伴娘嘛 然后四天之后 我们就去领了结婚证 稍等一下到底是认识半年 还是谈恋爱谈了四天 谈恋爱谈了四天 但是认识已经认识半年了 闪婚啊 才四天 对对对 哪来的勇气呀 当时我们俩是 16年年初做活动时候认识的 认识了半年以后 觉得就是互相还挺不错 然后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的第二天 那个晚上谈心嘛夜里 因为我已经到了试婚年龄了 我就跟她谈一下 说可能明年要结婚 然后我就听错了嘛 我听她跟我说明天要结婚 明天 然后我心里其实也唐突了一下 我想明天是不是有点快 但是又一想 就因为当时就特别喜欢她嘛 然后我就心想明天就明天呗 天呀 你就直接这么回的 好 明天就明天 不是 我让她考虑嘛 不不不 然后她就考虑了十来分钟 然后跟我说 她还不够这个岁数嘛 还差两天 所以就又等了两天 如果她到了这个结婚年龄 你们等于一天恋爱 第二天就结婚 你们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你们父母知道你们四天就领证了吗 之前是不知道 后来我没忍住说了 然后他们家人和我们家人 现在都知道了 你领证没跟父母商量 没有 户口本哪来的 你偷出来的 你的户口本呢 也偷的 然后跟父母一说呢 当时肯定是很生气啊 然后就说这么大事 你也不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跟妈妈的微信 妈咪 我领证了 别告诉我爸 你爸猜到了 他怎么猜到的 又不理我了 祝福你 以后别回这个家 不要和我们任何人联系 我陪这个女儿 这短信我能感受到啊 你妈被气糊涂了都 你见过他的父母吗 结婚前没见过 到后来见过 一开始肯定是人家家 知道这个事 比较这个全家都炸了嘛 然后态度也不是很好嘛 但是现在关系也好像很多了 就包括他奶奶啊 还是他们家一些亲戚啊 都现在关系缓和很多 反正就是时间问题吧 你还是下功夫了哈 是 那不是挺好的吗 虽然你们四天结婚 我有点看不懂 但如果真能经营好了 也是一件乐事啊 就怎么说呢 相处的时间长了 还是会有一些矛盾嘛 就毕竟那个 之前磨合的也不够 什么矛盾 就比如说他这个抽烟这个事 他这个人就烟瘾特别大 我不太喜欢抽烟的男孩子嘛 结婚之前他抽烟吗 我抽啊 在结婚之前就喜欢嘛 后来不是结婚跟不结婚不一样嘛 毕竟结婚了 不管是为他身体考虑 还是为我这个习惯考虑 我就是不喜欢他抽烟 抽得凶吗 特别凶 我给你举个例子嘛 就是 有一次我们不是出去玩嘛 旅游的时候 火车站大厅不是进烟吗 他就烟瘾上来了 他就非要抽烟 就不抽不行 然后就拎着那个大包小包的东西 到处找那个西安市 我说你就不能忍忍嘛 就这么点路 你不喜欢非要抽 最后抽就抽就抽到最后 火车差点就污点 就差几分钟了 跑了半天 然后再上火车 然后 你生他气的时候也是笑咪咪的吗 差不多 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爱笑 嗯 你知道这件事他挺生气的吗 知道 这个事然后我也反思了 到最后 咋说呢 我们也有这个 之间也有协议了 嗯 就说呢 一天你只能抽十根烟吗 你还说这事呢 你坐完火车不是去宾馆吗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这个烟灰缸里有十一根烟地 然后我就拿去问他 我说 你是不是抽烟抽超标了 是不是超亮了 你看他跟我说什么 他妈跟我说 这不是我抽的 可能是上个客人在房间留的 肯定不是我抽的 你说怎么可能 那宾馆里面 都不打扫卫生吗 不可能对不对 你就叫睁着眼 说的啥话 对 当时确实说了个瞎话 然后到后来想 其实不用说瞎话 嗯 因为毕竟你第一天嘛 刚来是十根对吧 一过十二点又十根 醒来十一根还差九根 又气坏了 反正当时挺生气的 然后还有就是他花心 有一次我们观众场的时候 完了迎面走过来两个女孩 挺高挺瘦嘛 完了你挺漂亮的 然后就不行了 就一个劲看 看了不行 他还专门去那个 商场那个门口 把那个门给人拉开了 给人拉开 人走出去以后 还回头看 我当时肯定 对啊 我肯定生气啊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 你觉得那两个女孩怎么样啊 你他在跟我说什么 他就说 哎呀 就是那个装画的好看点 身材好点 皮肤白点 那个会穿衣服什么的 哎呦 我能不生气吗 那走路上 互相看也正常 但是我们是先出了那个门 那个门是推拉的 完了我们出去以后 人家正好对面来两个女的 然后人家也是大包小包拎的 没有手 我顺便往那推了一下 我师傅还问他了 他还完了跟我解释 说我就不是在看他们 我每个人都看 我是在观察 生活中的人和事 我说有你这么观察的吗 你只看女生 你从来不看男生 不是老观察男生 我觉得也不太好 他钉你钉得紧吗 哎呀 何止是紧 你不知道他这个粘人 这个习惯 不是太秀恩爱了 其实就是 嗯 本来我们上地铁 人就挺多嘛 挺紧 然后没有坐 然后我就站着 他就这个双手环落脖子 已经算是挺亲密了 已经 这不行 这就一会儿清清耳朵 清清嘴啊什么的 你知道 我哪有 我背过去了好不好 他看不到 但是别人有一些这种 好像很不友善的眼光看着 就比较嫌弃嘛 嗯 我就觉得特尴尬 他到哪都这样 嗯 我哪有到哪都这样 那你不是挺喜欢他 挺好的吗 那怎么今天你就 这听起来很幸福啊 对啊 不是 关键是这个 我们不是领证了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 咱们弄一个那个 浪漫一点的婚礼 有什么花瓣 什么大七八糟的 然后他一听我这个意见 他就不行 不同意 他想要那种特别主题 是梦幻型的 嗯 但是我去网上也是 收集了一些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嘛 然后发现这个费用是特别高 咱本来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 说你要是特别高质量的婚礼 咱还是有点负担不起 不可能把所有的投入 积取全花在一个婚礼上头 你后期还得过日子 我听他一直说 我说 倒是也是 我说那咱们婚礼 弄得简单点 那咱们买个婚纱呗 那每个女孩肯定都是 希望结婚的时候 穿个自己的婚纱什么的 我说买个婚纱 他还不行 他非要让我租一个 为啥要他租一个呢 你用过一次 你就不会再用这个东西 本来咱们的预算 就是这么多 如果你前半部分 如果说是咱花了 后面的可能就慢慢减少了 最后他跟我说了半天 我也说不过他 我说不买就不买吧 不买咱们那个咱们蜜月的时候 咱们去个好点地方也行啊 咱们去个那个什么欧洲呀 什么的 他这都不同意 去欧洲那边 去欧洲那边的话 就是因为很大两点 就是第一语言不同 第二然后就是安全语字 我也想就是跟团呀 但是他不听 他就要自费 自费费用多高啊 那我不是想呢 咱们去那个地方 看那个地方好吗 然后咱们能多待几天啊 然后想到哪玩到哪玩 多自由啊 你说你抱个团 然后人家等 费用太高是一方面 就是安全隐患 什么都没办法保障 所以想法也不一样 我问一下姑娘 你家的经济条件 是不是比他们家好一点 没有吧 我没感觉 我也不知道 她家经济条件是啥样的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啊 她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总知道吧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到现在都不了解她 我自我感觉 比较了解她这个人 但是我还是 她其他物质这些方面 我之前是没有了解过 不太在意 那未来的生活呢 你们规划了吗 你还是学生对吧 对 其实主要这个方面 还是在我们这个 未来规划方面 就是我实习是在北京 我是想在北京待一两年 或者是更久一点 然后再回老家 然后干一些什么事情 这样未来比较有发展嘛 然后她就不同意 她就说那个异地恋什么的 其实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这方面 对 我绝对不能同意异地恋 本来刚结婚嘛 前面没有感情基础 如果来不来 就是直接就分开了 以后也肯定走不长 她也提出过 让我去北京找她 但是我干的这个工作 是关于电竞嘛 在我们那边 我们那一波 就是属于领头羊嘛 如果说你放弃 你眼前所有的资源 跟你现在的位置的话 你去别的地方 如果发展不好的话 那到时候 别人顶替你的位置 你不可能再回来了 所以你是不可能去北京的 对 因为毕竟现在结婚了 我总得给以后的家 一个物质上的保障 但是你不去就算 你也不能老让我回来 那毕竟我也有 我自己的梦想嘛 那怎么办呀 你们结婚几个月了 结婚现在不到一个月 你们所有的变化 都太快了 一个月就觉得 未来还没有找到 更好的能够实现 两人共同经营 婚姻的方法 对吧 所以来这儿 希望帮你们找找方法 对 现在也不知道 当时就是做那个决定 对不对吧 尤其是在于 父母这方面的压力 你是想说有点后悔了 有一点吧 你后悔不 我不后悔 这句话还不错 很快地做了决定 步入了婚姻 而现在面临婚姻中很多 必须要落地去思考的问题 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来一起进入 球比特问阵 我刚刚看资料 你们是在电玩游戏上面认识的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女生啊 你好像在伴家家 没有 在进入一个游戏 你觉得婚姻好像很好玩 你刚才讲的一句话 有点 我有点惊到就是 你已经开始后悔 你当初做了这个决定 是不是太冲动 我老实说就是太冲动啊 你好像在做一场梦 一场婚姻很浪漫的梦 你们其实还没有谈恋爱 你甚至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你根本不了解她 但是我知道你很喜欢她 对不对 对啊 男生 你比较大 你要扛起责任啊 既然结了 我觉得不如开始谈恋爱 去了解对方 刚刚呢 我们的美女主持一直问 女生你喜欢她什么 其实我更想问你 你娶了这个女孩 你能清楚地告诉我 你爱上她什么吗 是因为 原来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就因为她爱笑嘛 当时我的心都融化了 好 她的笑容很吸引你 然后在她眼中 你哪儿都好 这两件事情在我听起来 都是极不靠谱的 我们的婚姻不能建立在笑容上 尤其是那一瞬间的笑容 婚姻有的时候 确实是一个幻灭在心生的过程 当我发现这个人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的时候 能不能经过这个坎儿 让我们的情更深 了解更深 以至于我们开始 除了笑 我还能知道怎么维持她的笑 除了她哪儿都好 我还能够看见她不好的那些地方 并且予以包容 这才叫做婚姻 你说我好喜欢她 我从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 但也不就一个月就后悔来这儿了吗 我告诉你什么叫喜欢 喜欢我认为 是会上下变化 起伏很快的一种情绪 我今天喜欢你 但是你今天惹我了 你好讨厌 你说了一句话 我不喜欢听 哼 我不喜欢你了 我今天看到你说了一句甜言蜜语 我又喜欢你了 这个就是你 喜欢是可以这样起伏的曲线 但是爱不是 爱是一种稳定的 更深沉的 不会因为风吹雨打 心情起伏 情绪的变化 而轻易就反悔的事情 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 人生跟游戏是不一样的 我衷心的建议 婚姻不可而行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结婚嘛 太容易了 只要两个人愿意 户口本一拿 马上就可以结婚 我们也很难定义 什么是合适的婚姻 婚姻之前的了解的长短 不能成为 是否能够结婚的唯一标准 有些人谈着谈着 谈了七八年 最后反而不适合在一起 也有一眼亲心 于是就过了一辈子 但有些事情 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极小的概率 而人与人之间 长足的了解 一定是对婚姻 最基本的尊重 在这个问题上 我要谴责男生 我不谴责你 你还小 他比你大七岁 他对于婚姻的理解 生命的厚重 一定比你是想得多的 他不慎重 你应该慎重 如今你们俩是 没有大的问题 也就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如果将来你们要真的是分了手 你再想想你当初的那些行为 到底是害了他 耽误了他 还是真的像你所说 一见亲心 没有很多青春是可以重来的 所以作为在生活当中 无论是上下属 师父带徒弟 还是夫妻之间 年长的那个 一定对于将来的成长的规划 一定要主动承担一定的责任 夫妻之间也是这样 彼此是互相成长 所以我想说的是既然木已成舟 婚也结了 这个时候再慎重和认真起来 也为时不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以 最初的那样的方式去交往 你们一定要意识到 你们是结了婚的人 充分地让对方了解自己 也充分地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 和人生观念 谢谢老师 好吧 就这个 谢谢老师 我们说啊 这个青春就是敢爱敢恨 但在青春时期的你们 尤其是女孩 你却进入了婚姻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 今天来到爱情保密站 其实挺好的 一方面让你们自己去看清楚 你们在婚姻中的位置 和应该担负的责任 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年轻后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他们看到你们的故事 会去反思 我如果要步入婚姻 我要做好怎样的准备 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媳妇 这次上这个舞台 想跟你说你提那些要求 从婚纱到婚礼到旅游 其实咱们的预算是都可以达到的 但是只是你要求的时候过高了 如果再稍微降一两个档次的话 咱们所有的要求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也不是说要求多高呀 我只不过是想要你一个态度嘛 你说你之前连一个态度都不给我 那我肯定会自己会瞎想啊什么的 主要咱们现在结婚还不到一个月 所以我得跟家里人商量准备 这些事情都不是说我说了就不做 那很好说 但是我必须得做 所以我不能说 跟我回家吧媳妇 时间到 来吧两位请回再去思考一下 来请关门 欢迎登陆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 乐视网PPTV剧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看看这对年轻夫妻的最终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请开门 今天来这个舞台确实听了挺多 给我的建议也很多 我相信我们以后的婚姻会越来越好的 谢谢老师们 谢谢老师 祝福你们 来 有请小花童 谢谢 接下来就要见证你们的浪漫时刻了啊 你说没有一个梦幻的婚礼 但此刻你要给她最浪漫的求婚 来 共同见证你们的浪漫 媳妇儿 现在就要嫁给我吧 我已经嫁给你了呀 那就再嫁一次吧 我会爱你 来 请亮灯吧 这是伊贝斯为爱情保卫战专门设计的白色恋人系列送给你 希望你美美的浪漫下去好吗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加油啊 再见 好了 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伊贝斯爱情保鲜记 爱宝官媒网友提问说啊 我老公的手机设密码不让看 但是呢他总在网上跟别的女人聊天 可是我问我老公这女的是谁 他也不告诉我 但是在生活中 我老公对我还和平时一样 我们的夫妻关系还可以 那我到底是应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吗 还是要怀疑老公是不是出现了情感问题 想要让隐私公开 最好的方式是尊重隐私 想要让一个人的心扉向你打开 就像想要让花朵绽放 你只能多浇水多食肥 否则的话只能适得其反 谢谢杜磊老师 本栏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 药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加本栏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是在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提醒您 在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客户端 赢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是由海伦凯乐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